我们没有见过面,却因为电波而相识。 把你的故事告诉我,就多了一个朋友帮你分担。 不管在美国的日子是苦是甜,都有我陪着你。 明明信箱,mailboxmeetmeatgmail.com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明明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明。 有什么话想要对明明说,欢迎给我发email或者是给我的工作手机发短信。 我的email地址是mailboxmeetmeatgmail.com 工作手机号码832-847-5372 非常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 那么尽管有一些朋友发来了短信,我也有一些回复,可能没有在节目当中被选择和播出。 在这里呢,还向您说一声抱歉,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 那每一次呢,我们都会选一些比较有大众性普遍的问题,或者是说更加迫切的问题。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 那么在有一些我短暂的回复当中,不知道真的能够帮助到你多少,但是仍然非常感谢你的信任和支持。 也欢迎大家呢,一直要和我这样取得联系。 那么在合适的期间,我会选择在节目当中播出到你的问题。 所以对还没有播出到的朋友们说一声抱歉,而且也许会在下一期播出您的内容。 不要着急,我会短信告诉您,我们是在哪一期播出您的节目。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选择了手机尾号13106的这位听友,他发了一短信说, 明明姐你好,非常喜欢收听你的节目,也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电台的存在。 每次听到你的节目,我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好朋友在电播的另一边。 尽管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和你倾诉一些什么,可是最近我真的是非常的烦恼,烦恼到无处去疏解我的压力。 更没有人可以让我在此时愿意去和他倾诉。 我选择跟明明姐来分享我现在所遇到的烦恼,也希望你能够帮我去一起分担。 这些天,我已经烦恼到无法入睡,无法吃饭。 每天都觉得心比斗鹅还要冤,您真是非常幽默的朋友啊。 她说,我最亲密的女友,我们从中学起就是同学,两个人一起在美国海外求学,从中学到大学。 我们相依相伴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可以说比我的亲姐妹还要亲。 可是,我的这位闺蜜,她没有太多恋爱的经验。 最近,她刚刚认识了一个男朋友,我把她叫做渣男吧。 因为,她和这个渣男认识两个月的时候,渣男由于我们一起吃饭认识了我,就单独约我出来见面。 那,她是说,要从我这儿了解女朋友的一些个人信息。 我认为呢,这个要求没有什么过分,就欣然去赴约了。 去约会的那一天,她选在一个非常浪漫的餐厅吃晚餐。 当时我也没有想太多,想想呢,就是女友的男朋友,想要更多地了解女友的一些生活,想要更好地爱她。 可是,没有想到,这位渣男虽然也在问一些象征性的女友的问题,但是明显她另有所图。 吃饭间无意地碰触我的手,更过分的是,桌子底下的脚不时地过来去勾搭我的小腿。 我一开始觉得是桌子离得太近了,于是我挪开距离,但是她后面还是要更加地挪的位置离我更近。 我确认她是在骚扰我,于是我草草地结束了晚餐就回了家。 过后,这件事情我一直埋藏在心里,因为我几次欲言又止,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我的女友。 她在恋爱期间可以说是非常的沉迷,每天和我一见面就是欣喜若狂地和我分享她幸福的恋爱经验。 我知道女友已经堕入情网了,我几次想要开口,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说出这些话。 可是前不久,一个晴天霹雳,女友和刚刚认识五个月的这位渣男订了婚,男友求婚成功了,他们现在已经成了未婚夫未婚妻,正在计划着明年的婚礼。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怕这一次,我没有告诉女友我所知道的真话,就是眼看着她在往火坑里跳。 这种渣男,她怎么可以嫁? 这种渣男,日后还会做出一些什么样可怕的事情来欺骗她,我想想都不寒而栗。 于是我选择在一个周末,和盘,拖出,告诉了女友之前发生的事情。 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情女友完全不相信,极力地维护她。 而且女友已经告诉我,她的婚礼本来要请我当她的伴娘。 可是这件事情之后,她说,她不邀请我参加她的婚礼,她执意还要和未婚夫结婚。 更可怕的事情是,她把这件事情和未婚夫进行了交涉和对峙。 未婚夫居然说,是我在主动勾引她。 想想,这个人可真是个实在的渣男,女友就要嫁给他了。 我一边非常难过,痛失了这么多年的闺蜜情,她对我误会,对我不了解。 另一方面,我也非常难过,眼睁睁地看着女友沉迷在其中,被渣男的谎话所蒙蔽, 就要这样嫁给一个如此不堪的男人。 这些天,我都非常的委屈。 我生活当中没有太多的朋友,只身在中学时候,从中国大陆来到了美国来求学。 闺蜜和我是同一个城市,我们的父母都相互认识的好朋友。 一起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陪伴,这么多年珍贵的友情,居然就在一夜之间毁于一旦了。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我甚至在怀疑人生。 明明姐,我要怎么办呢? 3106,非常非常感谢你的信任,非常非常感谢你的正义和善良。 看到你的短信,我感同身受,为什么呢? 我想可能在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都是那种非常有责任心的人。 我们都是那种为了朋友肝胆相照的人。 你的闺蜜,有你这样的好朋友,她真的应该感到庆幸。 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遗憾。 其实我也不由得就想到了,因为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们的朋友之间一起也有照顾孩子,养育孩子的一些经验。 包括有时候,两个小孩子,小朋友之间发生了矛盾,总是过来, 妈妈要来帮我,爸爸要来帮我。 有一种方式,父母说的就非常好说, 你也不能每一次什么事情都叫爸爸妈妈来帮忙。 因为未来的社会,当你成长长大之后, 就是要独自去面对生活里所有的难题。 有好人,有坏人,也有欺负你的人。 当你遇到这些难题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你不能永远要找爸爸妈妈帮忙, 因为你要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人欺负你,要回敬回去。 有人在误解你,你要想办法,要怎么样去澄清。 甚至有一些现实,比如说, 我的儿子会哭着问妈妈说, 我要要姐姐的那个玩具,他就是不给我。 可是我说,那个玩具是属于谁的呢? 他说是姐姐的,那是姐姐的生日礼物, 他的好朋友送给他的。 所以我说,那你想想看,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得到你想要得到的呢? 是不是,nice way talking to your sister, 说一些好话。 甚至是说,你要等待, you need patience。 姐姐玩够了这个玩具, 他不玩的时候,你就可以玩。 还有一种方式,再动动脑筋, 是不是你可以进行一个谈判? 也许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东西是姐姐想要的, 跟他商量一下,你想要我的恐龙玩具, 那我想要玩你手里现在的玩具, 我们好不好做一个交换。 What I was,就是说, 生活当中我们从小就要学会去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 但是儿子说,那我这些方法如果都是了, 姐姐仍然不愿意跟我交换玩具,该怎么办呢? 我说,那就要接受现实。 是的,从小看大, 三岁至老。 从小的时候,孩子就要学会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为等你长大了, 父母不能永远跟在你的身边。 亲人朋友, 能够给你出主意, 帮助你的人也屈指可数。 你可能会说, 哎呀,明明姐, 我到你这儿来讨办法来了, 你怎么跟我说这些? 其实这些话呢, 我知道有点啰里巴缩, 有点像你妈, 但是呢, 无非就是要告诉你说, 事实上呢, 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也会给你出主意, 但是我们仍然要学会去面对现实, 并且找到一个自行解决问题的方法, 甚至就是接受这个无奈的现实。 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就是这么不公平, 天生有人就含着金钥匙出生, 天生有的人就生活在这个可能不尽如人意的父母当中, 甚至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当中, 很多的现实就是我们要接纳的。 很遗憾, 很年轻, 就离开了父母, 所以说你跟你闺蜜的这个感情很有可能就像你说的, 亲如姐妹, 甚至比亲姐妹还要亲, 因为早年从中学开始, 就离开家人的生活, 造就你们相依为命的日子, 这份友情是弥足珍贵, 我非常的同意。 我也相信这一份感情, 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过去的这可能十几年二十当中, 都是一段最亲密的感情, 甚至替代了你一部分的亲情。 当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些感情分外的重要的时候, 我们也一定要学会好好的呵护它, 就像我们的亲情, 爱情和友情一样, 这些情感结构, 铸就了我们生活的一个情感的支撑, 我们不是一些植物, 或者是说一些没有感情的动物, 不需要关系, 不需要感情就可以生存, 我们需要物质的食粮, 我们更需要精神的食粮, 而所有的情感, 在我们的精神食粮当中是非常的重要。 这份友情, 弥足珍贵, 我相信它是你情感支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你问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一直觉得当我们拿出一个真心去对待别人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感觉就叫做无怨无悔。 你说你不能眼看着闺蜜往火坑里跳, 我非常感同身受你的感觉, 也非常钦佩你的勇敢和正直, 换作一些虚伪的朋友, 此时此刻就三尖七口, Congratulations! 祝福你, 然后还是掩盖着自己的忐忑和不安, 用着一副假面的微笑去参加他的婚礼, 做他最好的伴娘, 眼睁睁看着这个渣男把美人抱回家, 把你的闺蜜娶回家。 那么后面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以过来人的经验, 以及看到众多的听众朋友和广大人的一个事物的自然规律, 就是这个火坑的模式刚刚开始, 他以一个幸福的婚姻, 一个热闹的婚礼为开场, 那么这个开场只是一个热闹的序幕, 后面的大戏才刚刚开始。 闺蜜将会经历他人生第一次的痛苦的挫折, 这是可以预见得到的。 也许渣男维护得很好, 也许婚后他们很快就会怀了孕, 有了宝宝, 闺蜜可能马上沉浸在这个为人母之间的忙碌和快乐当中。 这个幸福就像是一个泡泡, 没有人戳破, 这个泡泡看上去五光十测, 非常的耀眼和夺目, 生活当中你的闺蜜没有了你, 她有了亲密的爱人, 可能还会有可爱的孩子, 还会有一个盛大的如梦如幻的婚礼, 一切都好像是她的dream come true, 美梦成真的感觉。 等着这个泡泡什么时候会戳灭, 什么时候会破灭, 那我相信婚礼的当天, 闺蜜也可能会流下眼泪, 一方面是幸福的眼泪, 一方面是她的内心也会有深深的遗憾, 因为她最好的闺蜜没有做成她的伴娘, 她最好的闺蜜没有变成她幸福的见证人, 甚至她的心里也在黯然神伤, 我最好的闺蜜怎么变得这么如此的不堪, 挑拨利剑我的幸福, 看不得别人幸福, 她是在吃醋, 她是在嫉妒, 她一定是这样看待你的。 被人误会的感觉真的是很糟糕也很难过, 没关系的, 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 因为时间就是最好的老师, 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就像著名的港星阿娇在这个燕照门事件曝光之后, 一句我真的很傻很天真概括了所有, 有多少的女人也有多少的男人都是应了这句话, 很傻很天真, 就像你说的闺蜜呢情感经历不多, 她真的是很天真啊很天真, 可是人生的一刻永远需要补上, 感情经历的缺少, 让她没有识破男人的能力, 那么这种脑袋一热, 相恋五个月就选择同意结婚下嫁的事情, 也都是人在冲昏头脑, 在恋爱头脑当中所会做出的傻事和错事, 为此将会付出代价。 而这位渣男之所以五个月就向你的闺蜜求婚, 我想他也是发现了, 这个女人又傻又白又甜, 好骗好哄, 娶老婆就要娶傻的, 这样他才省心, 这样他才好哄好骗, 他不会娶一个精明的女人, 一眼就识破她的破绽的人, 这样的女人最好就是在家傻白甜的照顾孩子, 哎呀,相信丈夫所有的谎话, 就要听丈夫的, 丈夫说什么就是对的, 丈夫说你的闺蜜是个骗子, 他都会相信的人, 男人就是想要娶这样的女人, 而且尤其是这种心怀叵测的男人, 自私的男人, 就愿意娶这种傻女人, 傻女人的苦日子在后面可以遇见的, 所以作为最好的闺蜜和朋友, 你做了一个正确的事情, 你说的全部是实话, 在她还没有结婚之前, 你为她敲响了一记警钟, 她可能沉浸在爱情当中, 冲昏了头脑, 看不到现实, 但是我相信你的离去, 也是她情感经历的一大损失, 闺蜜在她闲下来的时候, 在走过路过, 你们经常一起快乐吃饭的地方的时候, 一起去经历的愉快的地方的时候, 她也会想起你们曾经的快乐, 她也会想起你曾经说过的话, 尽管一方面她全心全意地相信 她的未婚夫说是你来主动挑逗她的, 但是多多少少在她的脑海中, 会有一记警钟和一个深深的烙印, 如果最好的结果是在结婚前, 如果你的闺蜜发现了蛛丝马迹, 比如说这位未婚夫勾搭其他的女人, 不管是手机短信啊, 还是被她无意中发现了什么证据, 我相信她会恍然大悟, 那一天她会哭着回来找你, 所以记得有空就发一个短信给闺蜜, 或者是她能够看到的一个方式, 我祝你永远幸福快乐, 记得我永远是最关心你, 最爱护你的朋友, 我上天发誓, 我告诉你所有的话都是真话, 否则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就这样告诉她, 真的, 因为你告诉她的都是实话, 你告诉闺蜜的都是你真实的诺言, 她看到这些可能会有一些触动, 她可能会仍然想, 这个骗子主动勾搭我的男朋友, 今天还在发誓说自己没有, 但是我想以她对你的了解, 和你这么多年的闺蜜情, 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可能会恍然的想一想, 她可能也会有部分的相信你, 然后她会提高警惕, 对她的未婚夫多加小心, 甚至你在短信里也说, 祝福你幸福,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嫁得一个好人幸福快乐,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不信的话, 请你睁大双眼, 好好地查看一下她的蛛丝马迹, 我相信这样的提醒, 会让你的闺蜜有一些触动, 她会多加小心的, 如果上天眷顾你的闺蜜, 她能够在真正婚礼之前, 发现一些端倪, 她会这个马上止步的, 或者有一天哭着回来找你, 然后呢, 也记得在短信的结尾说一下, 我永远是你的好朋友, 有我珍惜这么多年和你比亲人还有亲密的友情, 任何时候需要我, 记得我永远都在这儿, 我觉得有这样一份祝福就够了, 之后就不要再去打扰她, 她爱怎么样怎么样, 她有苦有痛的那一天, 她会回想起来你, 你的这份友情就像是一个妈妈对于孩子的这种无常的爱, 有一天, 她痛了苦了, 了解到真相的时候, 她一定会回来的, 相信我, 好吗? 所以3106, 你不要难过, 人的一生就会经历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之后, 我们才会成熟和成长, 才会长大, 甚至有一些现实就是, 我们可能被人误会, 然后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去解释清楚, 那又如何呢? 由他去吧, 甚至你看在我年长之后交的朋友多了, 也会有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朋友喜欢我, 那我另一个朋友会跟我讲, 这个人不好, 他是多么的rood, 是多么的冷漠, 多么的高傲, 多么的不近人情, 你会因为别人讲这个朋友的闲话, 就不跟他去交往了呢吗? 不会的, 你会用自己的双眼去看待, 然后你也会知道, 说你朋友坏话的这个人, 他自身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你有机会, 如果和你这个朋友交流一下, 对那个朋友的看法, 你会发现你的朋友有他独到的看法, 之所以这个人对另一个人不感冒, 对他高傲冷漠, 是因为那个人自身的一些问题, 可能是他的一些言行, 让你的这位朋友看不上他, 不想跟他交朋友, 所以才显示出了一些高傲和冷漠, 那么你的这个人对你表示非常好, 是因为他喜欢你, 所以我们永远长大了之后, 要学会用自己的双眼去明辨是非, 去选择, 对于别人的误会, 对于生活当中一些无法改变的事实, 好好的接纳他, 在人生之路上, 如此的漫长, 我们珍惜友情, 亲情和爱情, 也学会要看待一个事物的两面性, 一个人的两面性, 所以客观的看待事物, 坦然的接纳生活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不管它是reasonable, 还是一个误解都不要紧, 这都是现实我们成长的代价, 另外不得不说, 生活当中情感的支撑和结构需要多几个柱子, 至少要三个柱子, 五个柱子就比较好, 这五个支柱可以是亲情, 爱情, 友情, 事业, 兴趣, 也就是说我们的五个人生的支柱, 有了这些支柱, 哪一个支柱突然垮掉了, 断掉了, 爱情断掉了, 还有四个支柱稳稳地支撑着你, 什么事都没有, 没什么大不了, 是不是, 爱情没有了, 你还有事业, 你还有友情, 你还有亲情, 你还有你的兴趣和爱好, 能有什么大不了呢, 可是像你的闺蜜, 如果说人生月历薄浅, 朋友也很少, 她可能也就一两个闺蜜, 那她现在抱紧了这唯一的一棵树, 就是爱情, 她的这棵大树, 她是她生活所有的全部, 如果这棵大树有一天轰然倒掉, 发现这大树, 这个劈腿第三者偷心, 欺骗, 突然倒掉的时候, 那她的外面的支撑很少, 她很有可能会支撑不住, 变得忧郁症, 甚至有自杀的倾向, 所以说每一个人包括你在内, 我们多几个支撑自己的事业, 兴趣, 亲情, 还有其他的友情, 而且是时候多结交几个亲密的朋友, 有时候朋友出现变故, 像今天发生的事情, 明天呢, 另一个闺蜜从你共同生活的城市搬走, 去另一个城市, 后天随着我们的年长, 甚至某一个闺蜜, 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是意外, 也有可能会提前离开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伤心难过就不说了, 可是同时我们的情感结构, 也容易突然的坍塌, 所以要多几个朋友, 而且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 可能朋友的状态也不一样, 你还是单身的时候, 你有一群单身的闺蜜, 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玩玩闹闹, 好不快乐, 可是可能你第一个步入婚姻, 结婚生子, 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那些单身的女友, 无法理解当妈妈的辛苦, 和一些共同的话题,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些新朋友, 可能也是和你一样, 是当妈妈有了孩子的, 那你们可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一起去切磋, 怎么样去教育孩子, 有什么样一些好玩的地方, 可以去带孩子去活动, 所以就说人生不同的阶段, 我们需要不同的朋友, 而且要维护一些老朋友, 而且在这一部分老朋友当中, 我们也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 人生一定要有一些闺蜜, 是不涉及金钱的往来, 和其他情感的交换的, 也就是说, 很多闺蜜一同做生意, 是风险巨大, 生意一旦失败, 或者是金钱上有什么问题, 很多朋友是可以同患难, 不能共富贵的, 非常容易发生问题, 事业失败, 或者是金钱上的争执, 导致我们珍贵的多年的友情毁于一旦, 这个损失真的是非常庞大, 所以一定要小心又小心, 珍惜我们的闺蜜情和友情, 轻易不要过钱和这个做生意, 第二呢就是说, 还是顺其自然, 多几个朋友多条路, 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朋友, 老朋友也要持续的要取得联系, 大家不要断了联系,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才会在友情的这个筐里面, 有很多的水, 可以足够滋养我们一生, 那么对于你的闺蜜的事情, 你现在就是暂时放在一边, 去开启自己其他的社交生活和友情, 去主动联系一些其他以前不是太亲密的朋友, 重新去结合成一些新的战队和闺蜜团队, 来支撑你的情感, 然后呢, 可以让你现在的闺蜜, 就是让一切顺其自然, 我们有亲人去世的时候, 大家会说节哀顺变啊, 送给闺蜜情这句话, 可能是不太合适, 但是也有一曲同工之妙, 节哀顺变吧, 有些变化由不得我们, 它发生了, 就让它发生, 让它顺其自然, 但是你听听明明姐姐周大师的一句, 掐指一算说, 我认为你这个闺蜜, 你并不会真的丢失她, 多年以后, 或者一段时间以后, 她还会回来的, 等着吧, 好吗? 好的,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的明明信箱, 就要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再次感谢3106, 祝你一切顺利,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